谢谢台长给我机会 老妈妈 讲吧 我苏族的1947年出生 我以为你1974年 不是 1947年 47年 苏什么 苏族 苏族的 17年苏族的 好 看到了 老妈妈你告诉我你想看什么吧 我想知道我跟我女儿的关系怎样 哎呦 冤结哦 是 哎呦 吵着嘞 哎呦 老妈妈你记住了 你这个 你现在 一定每天要念108遍解节奏 我不懂得什么是解节奏 外面问 待会到门口去 问他们 好的 有一本小小的经文 是中国佛教协会那个赵普出的 好吗 她叫我们念这个解节奏 明白吗 好好念解节奏104遍 每天念而且前面要讲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和我女儿某某某化解恶缘 然后再念念了之后你女儿会对你笑起来会好起来了 现在她看你怎么都讨厌 你从她笑她都看见你像膜一样的 对 对对对对 老妈妈听得懂吗 懂的 好吧 其他没有什么大问题你自己注意腰不好 对 明白吗关节不好 对 还有便秘 还有便秘 有时候 听得懂吗 嗯 好了 其他还有要注意心脏 是 明白吗 对 你呢不要被她气死 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呢你会被她气死的 因为你欠她的 我知道 你啊你好几次差点气死 是 你要是气死的话嘛 你就活该 做人不要被人家气死嘛 你自己活得开心一点嘛 对不对啊 为什么被人家气死啊 我现在放得下了 放下一点 你只要跟她两个人的恶缘去掉了 她以后会天天难过 我对不起妈妈 我对不起妈妈 你要想想这种日子会来的 我可以告诉你 我帮了多少人 这些人过去跟孩子水火不相容 我告诉她 我说你等着吧 你念经一定会对你天天说对不起的 现在孩子完全回来了 回来天天对妈妈爸爸好得不得了 老妈妈你要等这一天哪 你现在气死了 你就等不到那一天了 听得懂吗 嗯 气死的话 你只能擦面包了 气死只能擦面包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没事 还有什么问题吗她 没问题啊 没什么了 谢谢 接下来她讲 念心经啊 念心经二十一遍 二十一遍 大悲咒七遍 好吧 往生做四十九遍 老妈妈你自己要好好活着 你的瘦很长 你唯一的就是被气死了 我看你 听得懂吗 懂的 你到底想擦面包 还是想活在人间 我不要生气 啊 对了 哈哈哈 气出病来无人替 啊 生气是最傻的 来了 你给你绝词一下 我先来 我先来 你带我